欢迎收看由台体运船为您播出的102年 全大运特别报导 我是陈寅 新闻一开始先带您来关心到 已经在昨天提前结束掉整个赛程的网球消息 最受瞩目的上午南单冠亚军战 是有挑战三连霸的黄亮奇 对上去年的季军洪锐成 一开赛双方展开了一阵缠斗 不过最后黄亮奇还是羁押洪锐成 顺利缠年冠军 另外女单的冠军战也是非常的精彩 新秀李花成最终是以8比6来击败对手 顺利拿金 网球场延续29号的好天气 一早就如火如荼的进行单打的冠亚军赛事 观众们都在引颈期盼 尤其是南单的对决 更是备受瞩目的焦点 才刚开始双方就展开缠斗 第二局30比30 两人更是进入激战 洪锐成善用拉慢节奏的打法 黄亮奇却不买仗 将比赛的步调用对角球一再加快 六局后洪锐成迟迟处于守备的状态 让黄亮奇一鼓作气 吃下四局以8比2作收 23年吧 对我来说蛮高兴的 因为之前就跟他对战三十吧 所以不知道如何打他 比较好一些 因为他还在国外拨练 所以我打法就希望可以 如果又教终他 好好用我自己 赢得神秘 对啊 黄亮奇一举夺魁 这已经是他第三度拿下全大运的公开组男单冠军 优秀成绩得来不是偶然 黄亮奇下了许多的苦心 磨练在场上最需要的体力以及绞成 头部机调到最低 上坡 最低 然后速度最低 然后15秒冲刺 40秒休息 让连军 好 女单冠崖军的表现也不遑多让 虽然一开始让初出茅庐的李花成连拿三局 不过刘继凡稳定地将比数紧要到7比6 关键一局最终让李花成拍下 李花成第一度进军全大运就获得如此的殊荣 令人期待明年的全大运能有更多的新生力军加入 记者陈玉婷 黄梅芬 邱玉婷 宜兰报导 继续带您来看到的是网球男子女子双打 以及混双冠亚军赛事的结果 今日网球赛程进入最后一天 由昨天晋级的双胞胎兄弟党 廖飞云云廖飞敌 对决台湾师大廖尚伟与王耀成 一开赛 台师大两人就把比数拉开到4比1 但双胞胎兄弟急起直追到4比4平手 最终廖尚伟与王耀成稳住局面以8比6 拿下今年公开男双金牌 当下赢可能有一定会有开心的感觉 可是我们打完我们两个讨论 还会觉得一直都很紧张 连在颁奖的时候也很紧张 就是我们前排可能会比较乱跑 他们可能比较少 所以相对的我们就跟他们不一样 所以我们关键在这里 今年是第一年组双打的他们 一路过关斩将 最后拿下金牌 尤其是昨日的四强赛 打败了去年双打冠军黄亮奇 因的那场比赛 也带给他们相当大的信心 两人表示 未来还会继续与双打组合 打更多精彩好球 另一方面 女双冠军战 由去年拿下金牌的高少元 搭配王文林 对上也是台师大的陈绿林与陈思雨 双方在场上都有精彩表现 但最终还是由经验丰富的高少元 王文林 以8比3夺下女双金牌 在混双方面 由去年霸主张玉琪与高少元 对上刚夺下男双金牌的 廖上伟与谢佩瑜 双方在场上互饱发球局 有多次的精彩回球 最终由高少元张玉琪 以8比6赢得比赛 继续蝉联公开混双冠军 102年全大运网球 虽因下雨打乱许多赛程 但最终完美落幕 我们也期许在场上奋斗的每位选手 在之后的网球路上 能有更好的表现 记者黄梅芬 邱玉婷 陈玉婷 宜兰报导 雨球公开女子组双打的冠军争夺战 最后是由北体来拿下金牌 其中在国际赛事当中 发光发热的雨球新秀戴姿瓶 首次与队友将配心搭配 就拿下金牌 赛后直呼不可思议 为期五天赛事的全大运终于来到最后一天 其中竞争激烈的雨球项目 今天将产生冠军得主 备受瞩目的是在国际赛事上 发光发热的超级猩猩戴姿瓶 首次和由雨球美少女支撑的江沛心搭配双打 对上台湾师大的杨书柔和林娟 两人以往的战绩都有不俗表现 因为其实我们没有说 把我们自己设定很高的目标 所以我们就是觉得说 尽力去跑 就是没有就是去追求啊 然后打打看这样 第一局戴姿瓶和张沛心就开始不断发动攻势 但面对这波攻势 杨书柔和林娟毫不退缩 曾有几次反攻取分 双方对战激烈 最终台北体院以直落二拿下台师大 再度拿下女子双打冠军宝座 台师大的杨书柔表示 我觉得我们就是表现得还不错啦 就是已经可以达到这边 就是已经很好了 没有一开始也没有想过会达到冠亚军啊 对啊 然后就是觉得尽力 尽力了就好了 虽然两人显少搭配 但两人默契十足 都有共同的概念 首次搭配便拿下冠军 戴姿瓶直呼不可思议 江沛心表示说 因为他都主要在国外比赛 然后我都在学校 所以我们比较 就是这次出来是第一次 搭配也是第一次练习 就没有再额外的训练这样 记者何天正 陈一燕 黄维军 叶蓉 宜然报导 目前在羽球女单 世界排名第九的戴姿瓶 她的精湛球技 T.B.T.拿下了公开女子组 单打双打两面金牌 而姿瓶呢 大部分都是在国外做训练和比赛 今年的五月 她还要远赴马来西亚 去参加苏迪曼杯 希望她在未来的赛事 都能有优异的表现 目前羽球女单世界排名第九的戴姿瓶 以往都是以国外的比赛居多 在2012日本羽球公开赛 还有今年马来西亚羽球超级杯 都拿下冠军 但这却是她第一次参加 全国大专校院运动会 精湛的球技 替北体在公开女子单打 双打拿下两面金牌 因为当然我其实算有一段时间 没有在台湾比赛了 然后就是打到大专杯的话 就可能 以前比过比较类似的比赛 就是国高中的全中运 大家都把它当得非常的重要 当然我也是觉得说 可以为学校争光这样子 不为自己设定目标 以平常新面对每一场比赛 是戴智颖一贯的风格 而五月中即将在大马举行的 苏迪曼杯 则是她接下来的挑战 五月中的苏迪曼杯 它是国际性算混合的团体赛 就是男女生一起的 时常在国外受训比赛的她 回来台湾也会在球团或国家代表队训练 戴智颖在国际间表现优异 也希望她在未来的比赛中能够缔造更辉煌的成绩 记者何天正 陈寅艳 黄维军 叶蓉 宜兰报导 国体大的桌球女双选手许慧纯 今年是她最后一次参加全大运了 她和她的队友李一珍 是延续了去年冠军的气势 在冠军战当中立刻了去年亚军的文化大学 也为自己在全大运当中画下完美的据点 102年全大运周德商论与今日一号 正式进入最后一天的赛事 女双冠军赛是由去年冠军的李一珍徐慧纯 对上去年亚军的林一军和侯雨林 最后国体复制去年胜利 再度击败对手抢下金牌 打学校也是最后一年了 然后也希望是为学校拿下一面金牌 因为毕竟还是团体赛就是输了嘛 然后单向方面就是希望能为学校拿下了 那个最后一面金牌 虽然国体最后一大比分3比1拿下冠军 不过赛后李一珍表示第三局还是遇到了一些问题 第三局开局领先很多 然后打到中后段的时候 有点就是太急了 节奏太快了 然后反而就是被对手逆转 然后第四局又恢复原本那样 就一个一个慢慢打 就赢了就赢了 多年培养的默契 成为近年来比赛能够稳定 无往不利的关键 应该就是默契比较好吧 因为我们从国中高中大学一直配到研究所 就是应该就是跟别组比起来 我们的默契会比其他的组合来得好一点 赛后学员队能拿下冠军 则是有很多感谢的话想说 现在我们已经研究所四年级了 然后希望也是就是感谢学校 然后感谢杜老师 然后感谢我们教练 陆凤教练 然后还有感谢小赖教练 然后他们我们教练团都很辛苦 然后为我们学校真的是 真的都是很辛苦 双打赛事结果统统出炉 蓝双方面 所有国体去年第三的杨毅轩和李俊林 击败欲打的徐家良和赖以耀拿下金牌 而魂双方面去年拿下冠军的文化王里综艺和林佳慧 则是踢到铁板 败给去年第六的台师大留守田汉熊乃伊 五元联霸 记者陈冠宇 肖宋伟 张于君 陈玉婷 张一芬 宜兰报导 同样是来自国体大的桌球选手 陈建安和叶志伟 他们今天在冠军战当中交手 而最终是陈建安拿下金牌 并且完成三连霸 另外女单方面 文化大学也经历了一场内战 最终是由陈思雨以及洛杉 击败了队友张亚全 顺利取得三连霸 102年全大运桌球单打项目 冠军赛正是于今日1号 下午1点正式开打 是一场国体内战 由陈建安对上去年 从高师大转战国体的叶志伟 最后陈建安以3比1击败队友 国体包办冠亚军 其实今天打完冠军的时候 还蛮高兴 但是我之前的目标就是 设在单打金牌 而陈建安也提到 他今年在世界足球经典赛 击败了张继科 对他备战全大运 或是其他比赛上 信心有很大的提升 一方面我打败他 就是我自己的自信心也会增长 然后一方面就是让我 就是相信就是中国队 也是不一定会输他们 然后也让我自己有更大的收获 而他也提到当时 对上张继科的情形 韩未来如果遭遇到他 他会再度打出一场好比赛 当时那时候我们开始比的时候 我的想法就是 不要让自己太紧张 可能他的状况也没有很好 也不要不顺 然后我就趁这个机会 就是趁胜追击 然后自己就是 不要放松吧 不要没压力 我有信心就是 能打好那场球 但是就是 不一定把我会赢 因为毕竟他们是中国队 在他全大运结束之后 他也跟我们透露 他今年的规划 自然是目前是 五月中的 巴黎的世界锦标赛 我的目标就是 能打进八强 而女子个人单打项目 只是上演一场文化内战 对战组合与七年一样 是由陈思雨对上张亚全 最后陈思雨就以自洛山击败队友 完成连霸 记者 陈冠宇 肖宋伟 张玉军 陈玉婷 张一芬 宜兰报导 全大运比赛的最后一天 游泳选手把握最后机会 奋力一游 希望能够为校争光 其中来自台北教育大学 接力四位女泳将 他们今年有了陈婉荣的加入之后 如虎添翼 在接力赛当中 不断创造出好成绩 102年全大运在今日进入了尾声 所有选手无不把握最后一天的比赛 希望能创佳机 微笑争光 台北教育大学四位接力女泳将 在今年有陈婉荣的加入后 如虎添翼 如虎添翼 如虎添翼拿下好成绩 因为我是今年才来这间学校 所以就原本其实跟他们不是很认识 对 然后是慢慢就是因为练习 然后还比较有接触大家 应该是婉荣学姐吧 因为她之前是亚运冠军 然后又参加过奥运 然后她这次的成绩就是 我们都 我们很有荣幸跟她同一队 也很有荣幸跟她一起接力 然后她的榜样都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 然后 如果有时候练习有不动啊 学姐就跟我们说加油 然后我们就会更努力 需要团队默契的接力比赛 使他们常常聚在一起 不只是场上的好伙伴 就连生活也密不可分 就我们会有专训的时间 然后可以让我们一起训练 然后可能就培养默契跟感情这样 一起出来比赛吧 因为就是第一次 因为我才大一 对啊 然后就第一次跟大一出来 而且还可以跟就是 环荣学姐一起出来 就是接力啊什么 然后住一起啊什么 一起吃饭啊什么 就觉得还蛮难忘 就很特别的经验吧 选手们奋力向前游 一棒接一棒 展现绝佳默契 加上队友们一起呼唤口号 气势高傲 更添加了赢得胜利的信心 记者蔡静 周一华 彭与珍张耀玲 已然报道 无化大学的陈婷 在公开女子组 100公尺仰视项目当中 第二度破了大会记录 而男子100公尺仰视 竞争相当激烈 林世杰纵造林和原品三位好手 一同竞争 最终是由正修科大的林世杰 来夺冠 另外呢 备受瞩目的400公尺自由式接力赛当中 皆是由台师大的选手来包办男女组的冠军 102年瘸大鱼游游比赛 于5月1号下午圆满落幕 近日赛事精彩不断 文化大学陈婷在公开女100养 二次破大会记录 而公开男100养竞争激烈 林世杰纵造林和原品三位好手一同较劲 最后由正修科大林世杰夺冠 大家关注的400公尺自由式接力赛 接由台湾师大包办两项男女组冠军 其实在今天比赛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早上就是有感觉到天气很冷 然后我们在其实在房间里面就做了相当充足的热身 那其实水温也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冷 所以我在成绩表现上都还没有太大的问题 我也很荣幸跟这些学长学弟们一起参加这次比赛 那当然我们三个阶地都已经有进了最大的努力了 那其他项目我们可能还略逊于别人 当然我们在最后一天的400次阶 有为我们师大真毁的一个面子 上大学后练习时间减少 但是他们把握每次的练习机会 让彼此间的默契提升到最好 比较少数的时间会在一起练习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是聊聊天 然后就是做一些操一起游泳 应该就是类似这样的默契 还可以有进步空间 因为我们原本的目标也是要破大会的纪录 102年全大运在精彩的接力赛后滑翔据点 期待明年选手们能有更杰出的表现 记者蔡静周一华 彭宇甄 张用玲 宜兰报导 体操选手在最后一战当中 都展现出了十足的拼劲 希望能够夺得好成绩 不过来自装饰大的邓小珍 却在地板项目当中不幸的受伤了 而去年夺得三金二银的麦流湘涵 今年多了成队竞赛 但是在跳马项目却放弃 把机会让给更优秀的学妹 不过今年他还是拿得了三金一银和一同的好表现 今天五月一日是全大运竞技体操项目的之后一天 各个选手满足全力 为的就是在个人单向获得好成绩 但不幸张化师范大学的邓小珍选手因而受伤 张师大他的选手是因为我们在做地板动作的时候 那他是因为 就是应该算是体能不太够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们的动作刚好最后一趟的动作呢 他体能不太好 但是他又做了一个转体的动作 那他就是落地的时候就转体不足 所以可能就导致他膝盖受伤 去年三金二银的麦流湘涵 今年转到师大 多了成队竞赛 但也把跳马机会让给优秀的学妹 不过也有三金一银一同的好成绩 我觉得今天状况很好 就是我身体很轻 提得很高 所以我觉得我三个项目都表现得还不错 其实就是给我一个警惕 就是你会的动作还是要练习 才会就是不能比赛上那一次 很容易受伤 就像我刚来的时候用到脚 就是因为我训练不足 就是只做那一次 所以我又犹豫 所以我用到脚 他就告诉我 做动作你要做就是做 不可以就是要做不做 不然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每位选手不管是在练习或是比赛时 多少都会有不如意 但也因此有更好的表现 期待他们未来能再创造好成绩 记者王冠城 李怡婷 余怡婷 林静婷 宜蘭报导 台师大的跆拳道选手 庄佳佳 他今天在公开女子组73公斤级 夺得了金牌 稳住四年的冠军宝座 同时佳佳他也是11年 世大运的冠军得主 实力毋庸置疑 102年全大运 跆拳道对打比赛 进入最后高潮 选手们卯足全力 争夺佳基 公开女子组73公斤级金牌 由来自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 庄佳佳夺得 这是庄佳佳第四次参加全大运 前三次稳测冠军宝座 这回也不例外 一路晋级顺利夺金 对于今天的比赛表现 佳佳觉得 没有发挥到我百分之百的实力 可能就是距离上一次比赛 可能已经有差半年 已经有半年没有比赛这样 所以比起来有点生疏 上一届没比到 然后这一次就是觉得 自己还是维持住自己的实力这样子 之后吧 我可能把那个亚运放在第一目标 庄佳佳是2011年世大运的金牌 实力相当强悍 李嘉荣教练认为今天佳佳状况不错 今天最后一天 庄佳佳是我预定的金牌里面最稳的一个 那他今天也如愿 也帮我们师大拿到这个第五金 那最重要的 我想庄佳佳这个比赛 一开始的时候他有点紧张 那也稍微放不开 我叫他尝试做的动作 他有点担心 等到他达到九分了以后 他也愿意来做尝试 那我希望他这种心态 能够稍微转变 有时候在教练指导的时候 必须马上改变的时候 必须要 因为国际的选手也蛮强的 那我希望他得失心不要太重 我希望他能够为我们国家 在未来的国际赛 拿到更好的成绩 其他两级的选手同样表现出色 公开男子组87公斤 87公斤以上级 分别由国立体育大学简逆心 和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何敏诚拿下 公开女子组 其13公斤以上级的金牌得主 则是来自国立彰化师范大学的叶宋张 记者张品文 周婷盈 张雨昌 以栏报告 木球感数个人赛 公开男子女子组 分别由台势大的吴亦成和钟碧如 以优异的成绩来夺下金牌 其中以一杆之差来血实的钟碧如 赛后表示说 能够击败最大的对手林一问 真的非常开心 今日全大运木球赛事 在宜兰卢东运动公园 田径场圆满落幕 感数个人赛公开男子女子组 分别由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吴亦成 钟碧如 以优异的成绩拿下金牌 以一杆之差血齿的钟碧如表示 能够击败强力对手台体大林一问 真的很开心 我很开心 我真的很开心 真的 真的很开心 好幸我今天没有输 我觉得我昨天太紧张了吧 对啊 因为昨天算是压力比较大 对啊 因为 一人一干嘛 对啊 然后就比一道啊 一道输就输了 就什么都没了 对啊 就是除了积水的地方 因为你一定打不懂 在潮湿的场地上打球 对台师大吴亦成来说较有优势 由于力气较大 使得打出的距离恰如其分 而身为木球校队的他 未效争光 夺得金牌 因此也保住了校队的身份 免除被降为社团的危机 我觉得下雨天还蛮好玩的 我喜欢下雨天的球场 因为我本身力气比较大 所以怎么 就是很常打过头啊 只要在干干的地方 我都常常打过头 所以下雨天对我来说 算比较有利一点 对 就是因为我力气大 对 开球的时候 人家要打两杠 我只要打一杠而已 对 就是保住我们学校的校队 保住我们校队的身份 对 因为我们学校 就是假如说这次 我们再没拿到金牌的话 就是要把我们降为社团 保住了 保住我们的校队 耶 来自各方的木球好手 皆在此赛事中展现好身手 学生们在场上表现自我 队友们在场边不断地给予加油打气 最终木球的精彩赛事在欢乐的气氛下结束 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极舰队 今天在公开团体组的女子盾剑 军刀以及男子锐剑项目 一举夺下了三面金牌 其中在女子盾剑方面 更是终结了北体的五连八之路 102年全大运进行到了最后一天的赛事 昨日极健场上台北体验在公开组团体赛中 拿下了三面金牌 今天台湾体大则是扬眉吐气 在女子团体盾剑以及女子团体军刀 分别以45比41 45比13大胜杯体 而男子团体锐剑则是以45比30 击败了国地体大 永多三金为赛城画下一个完美的据点 今天拿下三金 事实上是在整个评估里面 应该是会有两金 是比较有把握的 另外女盾这个项目呢 是我们的选手 在整个表现上有超水准的演出 女子军刀 事实上我们真的是在这方面呢 占着比较大的优势 那表现上也都是可前可点 那今天整体上 今天的比赛的选手呢 我大概都可以给到95分以上的成绩 虽然今天在公开组的赛事都拿下金牌 但沈教练认为 队员们的抗压能力仍有待加强 回去必须加重在这方面的训练 那么这些都不是技术上的问题 都是属于心理 他们压力很大 表现就失常 这是完全心理因素 那么回去我们会再加强这方面的辅导 所有公开组的赛事到今天完全结束 台北体验总计拿下六面金牌为 这次极箭赛事最大的赢家 台湾体大则是以五面居次 记者谢长如 李绝璇 宜然报导 今天在女子射箭个人赛当中 勇夺冠军的谭亚廷 她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奥运国手 而到了国外比赛 不像在台湾方便 必须融入当地的民俗风情 但你来看看 亚廷每次出国都会从家乡带哪些东西 避免不适应 而且她又从国外看到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在场上一个拥有娃娃脸 但眼神专注且严肃的大女孩 就是台亚廷 台亚廷在平时就是个普通的大学生 但在射箭场上 摇身一变就成了射别天下无敌手的选手 可以出去即时 如果真的想要吃的东西就可以拿来用 那再来就可能一些零食或者是糖果之类的 怕她到那边没有地方可以买 除了准备吃的以外 胖冷的台亚廷到了比较寒冷的国家 也做了十足的准备 会戴比较厚的外套 然后跟暖暖包 对啊 就是一定都会带到那些比较保暖的东西啊 然后可以辅助自己不会冷的东西 就像暖暖包这种东西 对啊 那如果比赛需要时就会拿出来用 就算到了国外 台亚廷仍心系射箭 她把大部分的心思放在射箭场上 也发现了许多在射箭场上 国内与国外的差别 选手跟选手之间的一些默契吧 就是国外选手就会比较不一样 我觉得 对他们之间就是 我觉得互动很好 然后再来就可能就是 像我们成功这种方式 我们国内的就是大概就只有那一两种 可是到国外之后会看到 比较不同种的 蛮多的 所以我觉得比较不一样 征战各国的台亚廷 有一张张的机票 替国家带回了许多荣耀 同时也让自己看到世界之大 记者周燕威 宜蘭报导 接着带你来看到另外一位射箭女将林佳恩 她的参赛经验也非常的丰富 多次获选为国手 而对她而言 射箭不只是一种兴趣 还能够得牌奖金 拿来贴补家用 这次全大运当中 佳恩她夺得了个人的银牌 以及混双对抗赛的金牌 表现相当亮眼 国立体育大学的林佳恩 在场上专注比赛 私底下却是个活泼开朗的女孩 甜美笑容让她有泰雅小公主的封号 小学参加社团让她开始接触射箭 为了这次全大运 林佳恩赛前也准备了抗压训练 使自己处于最佳状态 在场上将实力发挥出来 射箭是从就是国小小时的时候 一个社团 就是有老师就找我们出来 然后叫我们手贴着墙壁 然后就看谁会转手 然后就挑谁出来 让我们做一些抗压训练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总共有八个人出来比赛 叫我们八个人在今天 就是我们今天整个课表都结束之后 叫我们连续设八支箭 一人设一支 然后一定要每个人都中 这样子才可以休息 林佳恩多次代表国家出赛 也是2012伦敦奥运的国手 参赛经验丰富 靠着比赛颁发的奖金贴补驾用 设建成的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此后陷入射箭的魅力之中 藉由不断的练习让自己更进步 支持我最大的动力就是我的家人 又得知就是靠射箭可以拿一些奖金 那我就继续努力 然后就是为家里补贴一点家用 对外的期许当然就是 之后就是努力 每一场比赛都能够拿金牌 再练习就做得到 就相信自己比赛一定也做得到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华丽的成绩背后是辛苦的训练 林佳恩从小学就牺牲自己的玩乐时间 过程中从未有放弃的念头 全心全意投入练习 家人更是他坚持下去的动力 期许自己能在未来每场比赛都有好的成绩 记者叶宜佳 刘嘉丽 杨文琪 周神祠 黄宜萱 宜兰报导 田征方面在公开男子组400公尺跨篮的决赛当中 台体大的成杰跨出了50秒27的成绩领先群雄 顺利完成三连霸 而成杰在远赴美国训练的期间 按照外籍教练重植不重量的课表来操练 不仅提升了他的跨篮技巧 也成功防止意外发生 今天公开男子组400公尺跨篮决赛中 台湾体大的成杰稳定发挥 在施化场地中跨出50秒47的成绩 完成三连霸 对于今天的成绩 成杰并不归咎于密集的赛程 就可能多多少少少还是会有一些影响 可是毕竟还是要习惯 因为外国大比赛都是这样子 成杰刚从美国一定训练回国 按照外籍教练重植不重要的课表操练 在避免受伤的同时 技术也有所提升 跨篮时收缩腿的时间更为简短 可能是因为在美国 他的训练量跟 训练量没有像之前在台湾那么多 然后这方面我有跟美国教练讲 可是他好像是 就是照着他的计划 就是我们目标是7月的亚锦赛 然后我觉得是速度跟那些重量训练 因为我以前速度爆发力那些很差 可是我刚去美国 可能第一一二天教练对我做了一些测试 他就看得出来我爆发力很差 所以他有针对这些去加强这样子 对于自己的目标 陈杰将全力备战7月亚锦赛 及10月的东亚运 明年的冷川亚运 也让我们期待他的表现 一例训练还不确定 但是我的 我现在到亚洲杯的那些 课表都是由美国教练 照着他的计划走这样子 记者蔡立伟 邱宇轩 刘宇轩 宜然报导 公开男子组的标枪选手黄世锋 今天值出了77米84的成绩 顺利摘下金牌 这也是他第三度来夺冠了 虽然还是没有达到 要打破全国纪录的这个理想 不过他表示将会在今年之后的比赛当中 尽全力达到目标 前进场上来到最后一天赛事 公开男子组标枪决赛 上演两强内战的重头戏码 代表府人大学的黄世锋 在比赛中指出77米84的成绩 获得了金牌 完成三连霸的壮举 他怕那个把我踩出去 然后动作又不敢做 今天吗 对啊 就做起来比较就是怎么讲 不敢就是整个棒 棒胸下去丢 会刻意去挡 就是挡自己的速度 对啊 然后怕犯规 状况好跟坏 就是速度的那个有差 你状况如果好的话 你速度会比较快 然后你整体的那个 头指的那个流畅性 就是状况好的时候 那个力量会比较就是比较集中 然后你整个步点就会乱掉 因为天气因素 对表现有很大的影响 施芳在前三职中失败了两次 让他在比赛过程中绑手绑脚 但在最后一次奋力一直直 直破了大会纪录 今年啊 再今年 看能不能挑战在 如果发生了 就放开去丢啊 我觉得这个跑道 跑起来还蛮好 跟在高雄那个港都杯 那个跑道差不多 他的材质都差不多 差不多 就跑起来不会说很硬 也不会说太硬 黄世锋本想继今年二月港都杯田径锦票载后再度打错全国记录 可惜未能如愿 未来将参加亚运及世达运 他也表示想在今年能突破自己的最佳成绩 记者马昆元 公开男子组200公尺决赛中 大一新鲜人罗延耀跌破外界眼镜 在雨中跑出21秒25的成绩 一举急退 易伟震 王文棠等众家好手 对今天表现出乎我预料之外 因为一到八道的选手实力都相当出色 也没有想过这次能在大比赛 而且众多出色选手中脱颖而出 还蛮意外 宴席状况稍微可以预测到 成绩会不错 可是从没想过会在这次比赛多排 明次其实是其次 就是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 这是我觉得比较重要 公开女子组部分 廖静贤跑出24秒63的夹击 以0.01秒之差契走徐永杰 今年男女200公尺金牌都有新秀包办 也是赛会的一大惊奇 另一方面公开男女组4成400公尺接力 接连脸珠逆转秀 徐永杰在最后100公尺超前国体罗佩玲 率领台师大勇夺女子组金牌 男子组部分 台湾体大王文棠 陈杰 替团队扭转比赛前半段的劣势 完成三连霸的同时 也为本次赛会画下完美句点 记者 宜兰报导 以上是5月1号的全大运特别报导 感谢您对台湾体育运动营营网的支持 日后陆续将有更多精彩的体育报导 要呈现给您 请您持续跟着我们一起 关注基层体育弘扬运动精神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陈寗 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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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 请不吝点赞